1970年苏联实施了一个庞大的钻井项目 在西伯利亚的科拉半岛 20年的时间将深井挖到了12262米 是迄今雷指人类在地球上挖的最深一口井 当挖到12000米的时候 项目的科研人员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无数类似人类的哀嚎声传出 相传人类挖通了地狱的大门 在1994年该项目戛然中止 钻井口被12吨的铁盖封住 此后所有相关人员对此事绝口不提 基于此拍摄了今天介绍的科幻电影清算日 科研人员在钻井的摄像头发现了异常 钻头突然停止转动 无数未知生物从黑暗的洞里踏出 监控室里突然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窗外出现了大量的飞鸟怪兽 无数奇形怪状的怪物从井洞里踏出 短时间内就遍布全世界 人类为了保护家园和怪物进行战争 在短短一个小时内 数百万的人类就丧命在怪物之首 15小时全球就被怪物占领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暴灭怪物 人类的武器显得十分渺小 在席卷全球24小时后 所有存活的怪物突然回到了钻井洞里 仅仅一天的时间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就破败不堪 无数生命被袭击惨死 没有人知道下一次怪物将会何时出现 时间来到15年后 怪物再次出现在一个公园的上空 人类再一次开始逃亡 政府的避难所只允许妇女和儿童进入 面对人满为患的安全区 男主大卫一家只能无奈离开 日时开始遮蔽太阳 怪物更加疯狂地爬出洞口 越来越多的人被抓走 男主带着家人不知跑了多远 城市聚集区已经变成人间地狱 一头红皮怪牛出现在面前 男主躲进车内递过了怪牛的袭击 白胡子拿着一罐盐撒在怪牛的身上 企图能杀死眼前这头怪物 结果却被残忍的啃食 男主赶紧逃走 带着家人来到远房叔叔家里 房子四面都被后墙围住 无论大家怎么拍门 就是无人硬打 而周围山头上已经围满了怪物 大家命悬一线的时候 门突然开了 叔叔将大家拉进了门里 里面还有一个陌生的士兵 大家正在不安地等待着怪物离开 正当男主和士兵闹矛盾的时候 丽莎却突然被一条钻进来的蚯蚓怪袭击 大家合力才将怪物杀死 门外红牛怪在疯狂撞击 看样子厚重的铁门也支撑不了太久 大家决定从后门离开 让士兵带着大家去军队的避难所 一路艰辛来到城市外围 发现这里已经如同炼狱 丽莎这时眼神开始出现异常 原来被怪物咬伤后 病毒开始蔓延全身 丽莎举起枪想要自杀脱离苦海 在叔叔劝说下放弃了自杀 却转头选择走向汹涌而来的怪物 大家终于艰难地抵达避难所 里面却也已经沦陷 面对来自地狱的恶魔 士兵选择了背叛 而叔叔则英勇地保护大家而牺牲 其余的怪物被盐水摊洒而消灭 背叛的士兵则被蜈蚣怪声吞活泼 大量的怪物在肆虐玩地球表面后 陆续回到洞里 没人知道这些怪物是否来自地狱 只知道每15年出现一次的日食 正是恶魔们舒醒的时刻 每次指肆虐人类世界24小时 其后回到洞里休眠15年 等待着下一个周期的到来 人类开始重建地球 没有停止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 哪怕是付出大多数无辜人的生命 人类就是这种比恶魔还可怕的生物 感谢大家收看 下一期继续介绍一部好看的电影